原标题 黄叔岳马国谈西中,都讲到了以后三国鼎立,持得三国天子出生,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伏笔,一个是潮丕的出生,另一个是刘禅的出生,令人惊讶的是,这两个人出生时,都有祥瑞出现,先说草匹,批出生时,有云记一片,其色青子,圆如车盖,赋予其事,终日不散,有望弃者,密为操约, 此天子气也,另似贵不可言,我们翻译过来,就是说,曹丕出生时,在他出生的房子上下,出现了青紫色的云记,就像是车盖一样,一天都没有散去,而且,有人偷偷告诉了曹操,这是天子之气,你的孩子以后贵不可言了,看着马屁拍的,相当有力道,站在科学的角度, 我很想知道,这种青紫色的云记,到底是什么气,它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,到底有没有毒,是不是对人体有害,当然,这个无可考察,无可考证, 因为,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天子气,罗冠中之所以要提这个,其目的,无外顾位以后曹丕称帝埋伏必,看到了没有,曹丕出生的时候,就有当天子的兆头,站在现在来看,这纯粹就是封建迷信,搞个人崇拜吗? 再说一下刘缠的出生法,也是相当的乐不得,建安十二年春,甘夫人生刘缠, 事业有白鹤一只,飞来县衙屋上,高明四十余生,望西飞去,临分免时,异乡满时, 甘夫人长夜梦养春北斗,因而怀孕,故主名阿斗,翻译以下, 建安十二年春天,刘备的正式夫人甘夫人,生下了刘缠,她说刘缠出生的那一夜, 县衙的屋顶上飞来了一只白鹤,而且这只白鹤叫了四十余生,随后朝着西边飞去了, 这个地方,就是为了以后刘缠称帝西川四十余年埋下伏笔, 还有,刘缠出生的时候,也是自带香气的,还有,甘夫人曾经梦见过仰躺着吞下了北斗并怀里, 而不是刘备惹下的祸,这起飞更加奇怪, 对了,这个地方提到了白鹤向着西面飞去了, 一个意思,就是说,他要在西川代四十多年, 三国演义,本来是讲的龙争虎斗的历史小说,突然变成了神话故事, 不得不说,这该是一个披露之处吧, 你觉得呢?欢迎留言,转发和关注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